阿弥陀佛 六方 化主 依险敌 纳甘 境 悠 治 佛 吃 关注 轮回 有了时 这四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真正相信 阿弥陀佛 我们真正照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 来修行 我们修行并不是说 我拿念珠一直在那里捏 然后呢 遇到境界的时候 称恨新奇或者是 他内衣来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能够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跟佛菩萨的信念呼应 那才是真正的有在听佛菩萨的话 在照他的方法在做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你们想想是不是很圆满 人家骂我们的时候 如果我们修两波尖筋用很祥和的话 回去的话 他们自己会觉得很惭愧 如果你很大声 他再大声一点你就想 我刚才没有这样 你现在为什么这样 事实上发出芝麻利豆大的事情 变成了生死的事 所以人啊 明明没有事情 却要把很多事情都惹成有事情 然后呢 受到很惨的果报 那我们讲说 就是现在我们到西方极肉世界 住到西方极肉世界去 其实我想西方极肉世界 不要等那时候才住 我从我出家开始 慢慢的我觉得说 你现在如果没有营造那种气氛 没有营造那种环境 自己没有那种心理准备 不能我现在做的事情 都是很不好的 然后我眼睛一闭 阿弥陀佛就把我带去 平时啊 如果你再把佛法讲得很好 其实你还在跟人家计较 还在跟人家过不去 你现在就住在地狱 那个心就像在地狱一样 如果你什么都可以 只要别人得到好处 我愿意让给他 我是觉得事情可以让 真正道理的话 我不能让很多人说 不要紧啦 你学佛 可是如果你没有喝酒 你没有去吃那些荤的 你不要跟人家应酬 你生意做不了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里 有很多佛教徒 以前都是在社会上 好像每天的工作都放不了 如果没有跟这些人在一起 可能没有生意做 没有想到自己的坚持 我就讲 你为了要做一点生意 把自己的身体弄坏了 变成肝病啦 或者是肾脏病啦 或者是其他的毛病 你赚来的钱你要去哪里花 假如你每天过着平淡的生活 可是一家都很能够祥和幸福 那不是很好吗 那就是现在的西方脊肉世界 所以很多人都是想 我现在不用 我现在来积一点资粮 有法会的时候 我拿钱去道场 去写牌位去超度 这样子呢 到了我有事的时候 就没有事情 我心里很难过的 差不多两个月前 有一位律师 他非常了解我们的道场 所以当有医疗界要捐一个急救的 我现在要做什么东西 我现在不知道 就是说你有心脏病化做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东西临时来做急救 他们就想 一个道场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可是那一位律师呢 他很知道 我在另外一个道场的时候 非常的坚持 我们该怎么做 我不要为了一个道场的利益 那把佛法当人情迈 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到时候我们再求佛菩萨 可是他自己呢 三四年前 了解了 因为他经常是在外面应酬 那就有癌症了 他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 所以我说 不是你发心去帮人家 争取到这个医疗的器材 你以后自己不保重你自己 你也可以没有事情 差不多两个星期前 就有人打电话说 他现在呢 那个病又复发了 他想要来看看我有没有办法 我说 在这几年之间 我请他说 你吃得干净一点 不要再去喝奶 不要再去吃 这个蛋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那里面有很多毒素 让你的肿瘤还是会越长越大 那我们服务台就问他说 他有没有照做 他说没有 我说那你现在自己 自己做的事你就自己要承担 不是说我可以帮你承担的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 用钱就可以买自己的业障消除 那到一些道场 因为最近还有一位 从来很少在道场走 可是有时间 像现在法会的时候 他就会去的 他去了好多道场 都告诉他 我们有大牌位多少钱 小牌位多少钱 他说怎么来到这个地方 完全都没有 其实我讲 我们想要消业障 要靠你自己 平时把你以前不对的那些业障 赶快自己消除 自然业障就没有 对不对 你经常跟人家吵架 后来会被打死 你如果以后都不要跟人家吵架 就不会 因为你饮食错误了 结果你的糖尿病 你的肝病 你的肾脏病 越来越严重 不是来拜拜火就可以 拜完了以后出去 你还是吃得很错误 那个不行的 所以这个地方说 你从此现在已经了解了 那然后真正每天都住在一个 非常安乐的境界 其实热邦化祖 就是极乐世界的教化祖 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校长 他会说 你到现在来真的好久了 我成佛已经十节了 在等着你们 可是你们还是一直在错误当中 所以一直在六道轮回 好不容易你现在把心内一转你来 真的是很久了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我就想我要学我现在要得到什么样的效果 由老人家就讲了一句话 你吃不三杯 背拦的菜 你就想要求生天 你看 佛菩萨 他能够把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都到非常圆满 要三大阿生其解 我常常看见有一些人 平时还是不错 可是只要他生气的时候 那个眼睛就三角眼 那个眼球就掉到上面去 看人的时候就 奇怪喔 不管什么时候看他 他都是用那种脸来对人 你看 那你要弄到 人家真正让你生气啦 你的脸上还是很慈祥 好难好难喔 那我们才学不到两三天说 我已经练了一万遍的阿弥陀佛 为什么我还会头痛啦 还会脚经常伤到啦 还会什么 其实你没有去了解到 你要完全都没有痛苦的话 一定要你不要给人家痛苦 还有三大阿生其解 不容易耶 我常常跟我们这些徒弟在讨论 其实有时候我跟你们讲话的时候 有时候挤起来 那个声调还是很不好 你们听到人家声调不好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那个人对你真的不恭敬 可是在你自己跟人家讲 可能还有加倍 你还认为 这刚好而已啦 他对我都不客气 我要对他客气 你永远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要永远跟他一样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真正能够了解 脱离了种种痛苦 阿弥陀佛已经说 还在六道里面 不知道滚啦 多久才来 哪看更欲知乎者 你现在还要研究东研究西 我相信你还没有研究好 你的寿命没有啦 又到六道里面去轮回 所以说管此 管取轮回 莫了世 永远都没有终止的时候 所以我想 你要是想要心里没有气的话 先不要跟人家计较 他跟你说什么 你一直跟他计较 计较三天五天十天 这样的话你的心永远都是在地域里面 你要是他怎么样骂你 你都不要跟他计较的时候 也许啊 你就是慢慢可以脱离这些轮回啦 我还有时候 常常告诉一些有烦恼的人 他说师父我身体不太好 我说你有没有去 跟你以前伤害的人求忏悔呢 他说要怎么求忏悔 我每天我都有念大悲咒 我说你要不要念往生咒 其实往生咒不是叫人家死啦 是死人 我们才念 他是拔除一些人的业障 从根把他拔起 让他没有这些烦恼 他如果没有烦恼 比如说 他经常跟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不跟他发脾气 以后他就不会找你嘛 不然的话跟你在一起 你的习气也这样 他的习气也这样 我说很奇怪啊 出来家以后 这个都还放不下 还认为 我为什么我要让他 那你自己不让 你自己心是在地狱里面 我希望大家自己能够慢慢去想一想 你全部都让人 人家就没有办法来跟你 找你的麻烦嘛 你因为你如果说 我对他只有这样 他对我这样 我还要加倍的话 越来 我们所造的越多 我们所受的果报也越多 所以很多人跟人家计调的 他的路越走越窄 你怎么可以有自上善人跟你聚会一次呢 每一个人如果都退一步的话 很宽 如果每个人再进一步的话 我相信如果很小的路 你看到人家来来 你说让我先过 两个人堵在那里 要退也不能退 一退就退到水沟里面去 堵在那里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也许你过去的话 一个小时你要去赚两万块 在那里跟他堵两个小时 不是时间浪费 你要赚的那个钱都已经没有 我们学佛的人大概都要 赚法财 不是那种财 那要赚这种财的话 更要把我们的心量放得宽一点点 很多人 你让人家一点点 也许做生意的人 不让的话一件都做不出去 让的话三天他已经做了四五十件了 那个想要不让的人 他永远人家就说不要去那一家买 这都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 我跟他讲说 你念往生座回向以前你伤害的人 他说我有念大悲咒 我再说你为什么不要念往生座 他说我有念大悲咒 而且我很忙耶 早上我还要念浦门瓶 念完了以后我还要念药师经 然后再念金刚经 所以我很忙 请问你 你念药师经的时候 药师佛的十二大院 你有没有了解 为什么你不要学药师佛的十二大院 你也自己做药师佛去帮忙人家 你就是说我现在来做坏事 等到我有事情的时候 我在求药师佛 所以往生的时候 有些人说 我们今天还要给我们的长辈 那一个要吃餐 我说为什么 他要吃那么多 所以呢 要去买一个药罐 煮一煮药 然后在他的棺材旁边把他打破了 你就不用吃药了 其实你造了一夜 你要走的时候 还是带着你的夜走 我们说 我们一辈子 如果不要好好的修行 到最后是唯有夜随身 只有夜随身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去想到最后 那个不好的 你不要的话 你把你的心量可以放大 好好的修行 所以现在还不是只有在家人 很多出家人 他还讲 我还要念这个 还要念这个 这个就是 在那里知乎哲也 所以 你 那些都还没有弄懂 这一样也没弄懂 那样也没弄懂 你念药师经 你也没有把药师佛的那个词被弄懂 你念金刚经 你也不知道 我们心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 是种种云言 才有的 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弄懂 管取轮回摸了事 你看 人家 如果去大学可能读六科 你要读十二科 每一样 你都弄不懂的话 我看 几十年都毕业不了 社会学尚且如此 社会学尚且如此 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一定要 完全都很干净耶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果 我们有善根吗 我们有制造很多福德因缘吗 所以我们自己要去了解这个 这一段话 我应该 我应该 因为我们到场 我搬了两次家 所以我又所体会 我现在呢 来弄这个极光室 我希望 所制造的气氛 你看到的大概都是 跟西方境界有一点点关系的 用了一点点心 没有比别人用的钱多 可是我希望营造这个气氛 可是一定要像现在 我们这个大殿这么好 大家才认为说来这里很好吗 不然也 我记得我从能人寺 要搬到极光室 大概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搬来的时候是乱七八糟 那 我们以前有林福山居士 借了他们的地方 我们去住的时候 因为我们到场出来的 有二十多位常住的师傅 他的房子呢 就像你们去当兵的时候 住在军营里面 一排人 大家都是举在一起 有些人啊 那心量比较小的 站的地方要大一点 或者我要睡的比较比你高 我不要跟你睡在一起啦 那样还是睡过来 可是很多在家居士啊 要来参加法会 不是全部都是在嘉义耶 他怎么样 不要紧从台北来的 也来 从高雄来的 也来 从香港的 从美国的都来 我们曾经用 叫做东西的那个 站板 你看中间有洞喔 然后把它铺满在地下室里面 没有抽风机耶 当时也没有抽风机 那也没有蚊帐喔 睡的时候 哪里有下面 像现在你们睡觉的地方 还可以给你们铺一张被子 他们是 睡在那种 站帮的上面 用什么 一层薄薄的 塑胶把它弄了 一个枕头 有一条毛巾就睡了 请问以前在那个时候睡过来的 在当时有没有觉得睡在地狱里面 或者监狱里面 没有 大家说 奇怪我们这样也睡过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说 辨识方式极乐世界 我用这句话你们慢慢去体会 只要你欢喜心 环境再不好 你都会觉得那是很好的地方 如果你心情不好 再让你住五星级的饭店 你那个心再烧 都会觉得那个是很不好住的地方 给你好吃的东西 你也会觉得像吃毒药一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 佛告诉我们说 辨识方式极乐世界 只要你心情好 我常常想 佛要去救的都是灾难的地方 你要让人家恭敬你 在人家有灾难的时候 有火灾有水灾有什么 你都不要去救 然后你说我出一点钱 你来来以后你就磕我的头 尊重人家感谢的都是 到灾难的地方 很热的地方去救人的 试问 很多人躲到地狱去的时候 地藏菩萨要去救 难怪难道地藏菩萨下去的时候 八寒地狱就会温暖吗 不可能的 可是他为了救人 他不觉得那是八寒地狱 他要去救人 再热的地方 也许那个 马上就一个大 大铁棍会掉下来 他想我只要让众生得到益处 我自己受一点伤都不要紧 像那种人 也许二十四小时都没有休息 他不会觉得苦 可是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有时候也会发心 孝顺一点的人 自己的父母有难的时候 他也会已经忘记 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有没有休息 都会觉得说 我再怎么样来照顾父母 这个都是我应该的 还有啊 你看看 以前很享受的人 刚刚生一个娃娃 他自己就 以前就是 早上要睡到十点才起床的 现在两三点起床 我会问他说 你现在起床可以吗 没有思念 我不觉得我没有睡过 可是我们这种心念是很小的 佛菩萨是十方法界的众生 不管 他跟你 以前他有伤害过你 他还是一样要救你 以前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甚至于自私自律 他也不认为 他想要救你的时候 在那种境界 他不是住在极乐 是住在哪里 所以我们 不要只是用嘴巴去讲一点道理 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想 我不睡哦 我马上就要死掉了 我还要帮你们 所以我常常觉得很奇怪哦 只要你信念一动 我这几十年大概 晚上睡不到四个小时 不是这一年两年而已 可是我都没有觉得 我的体力比较不好 反而如果有事的话 我说我精神不拿出来 我怎么样去帮人家 还是要劝人家 我能够吗 所以你们不是在这个文字上来解释而已 所以如果说 什么地方你都把它当成是很好的地方 还有说这里空气好 这里风景好吗 没有 有空的时候 不过 如果大家可以下来 暂时偷得佛身半日前 其实有事的时候 你就应该尽你的能力去做你应该做的事 所以你们看看这里说 三光水射四空何空 我们现在说日月潭好玩 还是三灵溪好玩 还是肯定好玩 不是这个 所以假如我们如果经常都是把 任何一个地方都当成是我可以修行 我可以造福的地方 自是不归 归变得 只要你归心到那个境界 你就每天都住在西方极乐世界 五湖烟井有谁争 没有说这里空气比较好 那里的设备比较好 绝对不会这个 五湖烟井被丢业相随 为悉行人作为 比较好 古今本来专兵玩家行动 所以就万法是想说 主人为生了 本不买悟人只要金子了 事实上你们看阿弥陀佛 神佛到现在十节 他的黄金臂 我们讲阿弥陀佛身金色 他的身相是非常庄严的 那我们说他的手臂 不要说黄金的还是什么样的 他的手臂经常都伸得长长的说 你们不要在那里流浪 不要在那里迷惑 你赶快上来 可是呢 是怎么样 你有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你才愿意去听他的道理 照他那样做 你才会说阿弥陀佛 我真的很愿意 我能够了解你以前怎么做 我现在我也愿意这样 我能够成就 所以这个讲说 唯有真正要修行 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会委托阿弥陀佛来拉我们 其实佛的那种智慧光明 永远到现在呢 智慧就是一种光明 永远都不会灭掉的 可是呢 他虽然有那个智慧光明 人家说 你要不要拿一本 阿弥陀精气看一看 他的境界有多好 要怎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去 你不愿意看 我能够看漫画书啦 看爱情书啦 我喜欢看武打小说啦 我喜欢看这种东西呢 那你大概 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都是讲那些 比较没有意义的话 如果你很愿意 你再讲我来听一听 这个我为什么我没有了解 我了解了以后我跟你一起做 越愿意修行 越愿意一起做人在一起 这个地方的 看起来那种情境完全会不一样 为什么 每一个人的心情都一直在改变 所以说 威许行人独威 那也说 阿弥陀佛的白毫相光 一直都在那里放光 可是我们如果不愿意看的话 就没有办法 我从小大概 就是在战乱的时间长大的 有些人在光复又长大的 大概越来物质越来越丰富 我们以前玩什么 大概玩石头啦 用竹子做的东西啦 都是玩那些大自然的东西 现在的孩子哪里会去玩这个 到百货公司去一看到那个东西 这个我需要 我很想玩这个 可是他的父母如果没有钱说 我们玩不起 不要玩这个好不好 他就赖在那里 大大声的哭 你会要买来给他不可 在那时候 他以前说 家里什么东西我很喜欢吃 妈妈说我煮一样给你吃好不好 我们赶快回去 不要 你如果你不买给我 我就在这里哭到 所有的人都了解 啊赶快买给你买给你啦 他输了以后 以后都是要有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讲到 佛菩萨每天要给我们智慧 从哪里 从一些道场 从一些修行者 经常要分享给你们 你们大家都不愿意的话 所以我们也看不到 佛菩萨的智慧 所以我们讲 本来没有迷雾人 只要今日了 其实一个人如果迷 一下子能够反应过来 马上 人家说 马上就可以成佛 这个是 我们没有去想象到的 所以有些人说 哦 看你还要学多久 那我觉得人生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还是喜欢享乐 你永远都愿意享乐 可是你照了很多页 人家是 利用今天一点时间 明天一点时间 把真正的佛法了解来以后 再什么样的境界 都会觉得很好 请低纺 这间现前正常常 的上 絕炼 第二世佛书 唱了只一句 如何 chi hamburger 阿彌陀佛市三 cause 7 behind 阿彌陀佛我们是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宛祖教奉行 求天下命 兴兵